大家好 籌備已久的火神眼淚終於要跟觀眾朋友們見面 就是心情上是不是也是非常的興奮 對因為火神眼淚殺青其實已經一年多了 然後在拍這個戲的時候 其實不管是在前置的訓練 然後拍攝期間 其實大家都 我覺得大家真的都是很拚命 然後整個團隊也都非常用心 然後很在乎所有的細節 那我覺得到現在看到的露出片段 其實我自己都非常期待 所以很開心今天可以在這個奇幻影展 金馬奇幻影展跟大家見面這樣 一樣的對就是拍攝到現在一年多了 然後時不時都會想起那個拍攝的過程 尤其是不管是看到社會的新聞 或者有時候聽到那個消防車救護車的警員 所以我們女生心裡還是暗暗的會捏一把冷汗 因為我們確實在拍攝的過程當中 還有我們勤前的訓練做的有點扎實 所以我們的血液裡面我覺得腦子裡面應該都還是有這些消防隊的這些消防魂 所以今天在這個奇幻影展第一次跟大家見面 一二集我們自己也非常期待 市長哥之前有提到說導演要求很細膩 可能連扎眼的次數什麼的 其實導演是真的是非常的要求 當然當然因為整個戲的籌畫填調劇本 都是銀娟導演一手手把手帶大出來的 所以他對於每個角色都有他的想法 然後我們基本上會照著導演的路子走 那現場的時候會稍微再溝通一下 如果說哪邊演員覺得說哪邊可以補牆 導演也給予很大的空間 不過基本上這個雛形都是導演捏出來的 那國宏好像為戲是學了非常多的準備了很多 不管是在心理上面或者是在鋼琴什麼 要不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對尤其是比如說很多消防員 他們其實內心有很多的狀態 是我自己在接觸這個角色 接觸這個戲之前完全不知道的 那因為我這個角色就是有PTSD 創傷後壓力症後群 所以就像孫豪哥說導演就是有非常完整的甜調 所以每一次的幾乎是每一個眼神 甚至是講話的語調 導演都會很細節的給我們指導 那也因為這個角色他有鋼琴世家的背景 所以其實我在拍這個戲的時候 每天回家 不管到幾點我都會想摸一下鋼琴 大概練了前後大概有四五個月這樣 就是練這一首歌 那所以現在鋼琴是OK了嗎 拍完戲之後過那麼久的時間 如果這一首歌的話 其實應該還可以 對 因為我覺得那是肌肉的記憶 好像像騎腳踏車的感覺一樣 不會忘記的 對 但是拍那個戲我覺得很困難的是 他其實還有很多的情緒 然後有時候可能還要配合鏡頭的移動等等的 對所以我還是蠻感謝這角色 讓我有機會可以把這個 我小時候曾經放棄過的興趣又學回來這樣 那之後會繼續嗎 希望有下一個角色讓我繼續練鋼琴這樣 沒有但如果我現在家裡就擺著一台鋼琴 時不時還是會彈一下練習一下 爬音節啊什麼的 對 挑戰職人劇其實好像蠻超的 我覺得尤其是消防員這個職業耶 對因為一開始我就是以為是消防員很壯 所以應該要練身體 可是後來正式的訓練到開拍 我發現我們每一個裝備真的都很重 然後零零總總加起來可能有真的超過20公斤 有時候還要扛人揹人 那個是真的需要那些體態跟那些肌肉量 對 生豪哥OK嗎 體力上 體態 對 體力上我應該沒什麼問題 一直都很好啊 生豪哥這麼壯 我沒有問題啊 就是我反而覺得學到很多技能 以前好像覺得消防隊就是打火而已 錯他們太多行政上面的東西 因為我說一句老實話 沒有火打才表示大家安居樂業 如果大家都去打火那表示真的問題很多 所以勤前的不管是街訪對不對 裝住景器然後到校園宣導 這才是消防隊員平常工作任務最主要的部分 打火當然是真的是 大家比較常看到的 出事了 出事了我們去打火 當然我們都不希望出事 所以我也是這個才知道 我以前都覺得說消防隊員不就應該打火嗎 錯了他們要做的事情好多 對 那像上禮拜就是看到這樣花臉的事情 是不是其實好像感觸蠻深的 當然當然 絕對感觸很深 尤其 因為我在戲裡面有特搜嘛 嗯 然後我在新聞畫面看到那些特搜他們穿的衣服跟裝備 就是我當時在拍攝三難救援的時候穿的 所以非常能感同身受 我想不管是家屬還是去搜救的搜救人員 大家都是揪著心的 所以我們在電視機前面真的感同身受 真的是能夠感同身受 因為他們在那樣子的環境下 然後其實我們在拍戲的時候 光我們拍戲可能拍個一兩天 我們都可以感受到那個辛苦時間長的體力的考驗 還有心理的狀態那個壓力 那這個事件他的事故這麼重大 所以那個我可以想像他們那個壓力可能是比我們大好幾倍 對因為我好像前兩天新聞看到有幾個資深的搜救人員 他們都說有類似PTSD的症狀 就是說救援回去之後幾天不敢吃肉 或者就是那些陰霾都揮之不去 我覺得可以理解 那當然我們這部戲裡面也有探討 就博鳳這角色 我覺得我們也很深刻的 讓各位老百姓知道說消防隊員其實他們不是英雄 他們真的就是走在路上的凡人 所以任何人可能遇到的心理上面 生理上面的困境 其實消防人員搜救人員都是等同的 那藉由這部戲可以讓一般觀眾跟普通老百姓更能夠貼近消防生活 未來我們在遇到消防隊員的時候 其實我們用同理心去想想他們就其實就會更和諧 給他們更多鼓勵 我覺得支持跟鼓勵 除了這個比較感傷的新聞 這兩天還是有開心的消息 就是兩個人曾經的大長欣穎對你好像 好像就是還蠻開心的 跟普通 有跟他聯絡這件事情嗎 有為了留言 為他開心 好事 只要是在一起都是好事 有事現在在多聯絡講到這件事情 目前還沒有 但是下次碰到他一定會當面跟他講 虧他沒有跟你透露訊息 不用啦 對啊 他開心就好 他這樣子的方式讓大家知道我也覺得很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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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牛 APIs 今天是第一次見面 要看哪邊的話可以喊一聲 喊右邊 不便搭訕一下 喊中間喊 喊中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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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是要錯誤 來我們右邊 那我們左邊也看一下 OK嗎 讓我們起身好跟舞伙我們一起合照一下 我們今天都是第一次看觀眾見面活著的一位 我聽過我們紅金的 大家在這裡 看他左邊喔 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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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間再來 右邊 OK嗎 看右邊喔 中間 這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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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面一點 好久不見了